张忠张宁我们今年是破200个 全校超过200人考上彰化高中 彰化女中 这样的好成绩 让张兴国中挤破头 张兴国中有总量管制 因此今年有168名 被娶新生无法入学 这一对龙凤胎的家长喊冤 从出生户口就是登记在这里 而且也是一直长期是住在这边 然后他爸爸的户籍也都一直在里面 原来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龙凤胎一家人住这里 护长是叔叔 非直系写亲或监护人 所以被排除在前三顺位之后 但是明明父母亲也同一个户籍 家人说 难道谁的孩子要入学就要换护长吗 因为这个护长不是他的爸爸 然后就因为这样不能念张兴 做那个冤大头 从出生就住在张兴国中附近 却无法进入就读的 类似状况不止龙凤胎 因为我的家就是在学校50公尺的地方 然后我因为工作 然后把小孩子带到有人照顾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又转回来了 竟然不能进去 先生有入学前后顺序 第一顺位是 学校限职编制内教职员工子女 接着是有亲兄姐就读 第三顺位是 随同直系血亲或金户人 独户涉及学区 龙凤胎被列为第四类 跟庞系血亲涉及在学区 因为户长是叔叔 明代接触不少陈情 今年入学新生是龙年出生的 因此人数特别多 龙年的关系 龙年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个 比较人口增长的一个状况出现 那所以这个状况 我相信县府应该也早就预知 那其实我们应该要提早做预防 教育出目前商讨状况 张兴国中无法增班 目前决议协助这些学生 进入附近的学校就读 TBS新闻陈志众吴淑平 张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